非盈利组织大学入学与成功研究所分析的数据发现 全美的四年制大学大四生当中 大约有三分之二是背负学贷的债务 而这些还没有出社会的学子呢 平均负债将近两万九千美元 比一九九六年高出超过一倍 而非益美籍的学生呢 甚至是背负比白人还要重的学贷债务 对一九八零年代到一九九零年代出生的千玺世代而言 有声不逢时的感叹 除了学贷债务压的他们喘不过气 不少人出社会时刚好碰上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 与经济衰退时运不济 尽管十年来景气逐步好转 他们仍输在起跑线上 比起一九三零年代大萧条后出生的美代美国人 千玺世代同龄阶段累积的财富最少 结婚率最低自然也更难养儿育女 研究发现经通胀调整 2016年千玺世代家庭平均净值 约九万两千美元 比2001年X世代家庭少了近百分之四十 也比1989年战后婴儿潮家庭少了约百分之二十 至于薪资 在同龄阶段X世代全职工作的一家之主 赚得比千玺世代多百分之十八 战后婴儿潮则多了百分之二十七 讽刺的是千玺世代所受教育水平 虽优于过去几代 但大学文凭经常是付出极高成本换来的 研究显示2017年千玺世代学贷平均欠款十万六百美元 比2004年X世代多了于一倍 随着经济复苏 房价节节攀升 薪资涨幅跟不上 许多千玺世代大部分收入 拿去偿还学贷债务 选择只租而不买屋 买车也成了奢求 财务压力与日俱增 学贷公司College F Student Loans的调查显示 在1307名收访学生中六成以上表示 了解不同类型的贷款和还款计划 但有近四成不确定私人和联邦贷款的区分 学生在贷款上大学前建议先了解以下三件事 在申请贷款前 进一步看看学费总数如何消耗掉你的免费资金 包括奖学金和助学金 倘若必须借钱 首先申请联邦贷款 因为它的条款对借款人较为友善 还款过程开始后才是你能否负担起贷款的真正考验 每月还多少钱 专家说贷款金额利率和还款期限是三大考虑准则 较长还款期的月付额较少 但需要更长时间才可摆脱债务 与此同时较低利率表示月付额有较大部分用来还本金 清除还款细节 还有助于了解哪种贷款符合每月预算 在应付租金电话费和各项费用的同时 是否还能轻松偿还学贷 联邦贷款是提供根据收入制定的还款计划 减轻借款人的重担 学生在毕业后离开学校 或把上课时间减至一半以下才开始还款 并且提供固定利益 这是私人公司无法做到的 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研究悲观形容 深受债务困扰的迁徙世代 有志难深恐沦为美国迷失的世代 中天中望 编辑报道